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迎来自泰国 前进党应修宪触犯法律而被解散 但他们迅速重组为人民党 并誓言要建立一个人民党 并誓言拥有绝对权利的泰国 党内148名议员 如果在60天内加入其他政党 仍可保留一席 但五名高层被禁止参政 这场政治风波 无疑给泰国政坛带来了新的变数 第二则新闻来自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囚犯交换之间 俄罗斯近期将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交换为记者和异见人士 这引发了企业对在瑞权国家运营的担忧 企业高管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在这些国家的业务风险 因为他们的员工可能成为潜在的谈判筹码 最后一则新闻来自刚果 刚果军事法院对26名武装分子 包括联盟河流刚果组织的领袖 判处死刑 这些被告被控犯有战争罪判乱和判国罪 并在逃亡中被缺席审判 这场审判从7月24日开始 检察官要求对25名被告判处死刑 对一名被告判处20年监禁 这一判决显示刚果政府对武装分子的强硬态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新报报道 泰国改革派政党前进党在被法院解散两天后迅速重组 成立了新的人民党 前进党在2023年大选中获得最多席位 但因保守派反对未能执政 法院裁定该党试图修改侮辱皇室的法律 违反宪法并禁止其前领导人皮塔 林贾诺恩拉和其他高层从政十年 尽管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 但新党领导人纳塔彭·鲁王帕尼亚姆特表示 他们将继续为民主改革而奋斗 目标是在2027年大选中赢得足够席位 组建单一政党政府 路透社Breaking Views报道 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24名囚犯交换事件 引发了对企业高管的警示 此次交换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成功争取到背叛谋杀罪的情报员 瓦迪姆·克拉西科夫的释放 并将其视为爱国者 与冷断时期不同 现在的囚犯交换不仅介于间谍 还包括被随机逮捕的个人 如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 和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 企业需要重新评估在专制政权下的业务部署 避免员工成为潜在的人质 民主国家应努力确保在交换中 包括政治意见人士 但最终还是会优先解救被错误判刑的供应 半岛电视台报道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法庭 对26名被控参与武装组织的人判处死刑 其中包括M23武装组织的关键人物 被告人之一的科尔内尔南加在逃 因战争罪判乱和判国罪被判死刑 此判始于7月24日 检察官要求对25名被告判处死刑 另对一名被告判处20年监禁 南加曾是刚果选举委员会主席 后来成立了旨在反对政府的政治军事运动 当国政府在今年3月取消了自2003年以来的死刑暂停令 针对被控叛国的军事人员 总统菲利克斯齐塞克迪指责邻国卢网达支持M23 并指控前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参与阿 参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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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dependent 报道 Jan Wartig在接受民意场采访时 分享了他对政治的看法 他认为过度强调政治正确性 使人们失去了人性和诚信 他提到了他的今生尖叫 六搭档的Lisa Barrera 因在社交媒体上支持袈裟的巴勒斯坦人 被解雇一生 认为这种做法缺乏诚实 Barrera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 被认为是反犹太主义的内容 引发了争议 最终导致他被解雇 Wartig随后也因星期三第二季的荡期冲突 退出了该电影 Wartig还反思了他在星期三拍摄期间对剧本的批评 称自己当时的言辞可能不够恰当 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够自由表达观点 而不被轻易评判 这样或许能引发更有建设性的讨论 悉尼《陈丰》报报道 前悉尼学者还玩Jarvis在柬埔寨继续他的种族灭绝调查工作 Jarvis在柬埔寨乡村的河岸上寻找素的河岸上寻找红色高棉杀戮的证据 他曾帮助柬埔寨政府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 试图将红色高棉的杀戮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Jarvis和他的丈夫住在柬埔寨河畔的传统高棉风格房屋中 他曾在西南威尔士大学担任图书馆和信息研究系主任 并在1999年永久搬到柬埔寨 他因研究红色高棉暴行和帮助预行联合国支持的审判而闻名 Jarvis在柬埔寨的工作包括创建红色高棉集中营地图 并帮助协调受害者参与审判 他认为这些努力有助于柬埔寨更好的理解暴力的根源 并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即将签署一份新的军事协议 这是自2006年两国签署《龙木条约》以来最重要的双边协议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Richard Marossi 划在本月底前往印尼签署该协议 该协议将允许澳大利亚和印尼进行更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并被视为两国战略方向的重要声明 尽管两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因政治纠纷中断防务合作 但近年来合作有所加强 专家认为尽管印尼兼职不结盟政策 但新的协议将有助于两国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 然而澳大利亚加入和UKU 但协议可能限制了与印尼更紧密正紧密战略合作的空间 美联社报道 南苏丹的经济正遭受严重打击 尤其是由于关键石油管道的破裂 导致石油收入锐减 连安全部队都已有九个月未领到工资 首都珠巴的教师和公务员们被迫寻找副业或放弃工作来维持生计 一位叫了三六年的副校长马布鲁克库游苏鲁尔表示 这种情况前所未见 随着油价下跌和政府管理不善 南苏丹的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导致员工们纷纷离职 尽管总统萨尔瓦基尔试图通过设立统一账户和打击腐败来解决问题 但效果甚微 国际社会对南苏丹的失望情绪也在增加 尽管一些外部援助仍在继续 美联社报道 微软公司表示 伊朗正加紧网络活动 试图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伊朗的网络攻击包括针对总统竞选团队的钓鱼邮件攻击 创建假新闻网站并冒充活动家 以此来制造分裂并影响选民 报告指出 伊朗 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利用美国的政治分裂来推进自己的议程 尽管伊朗否认干涉美国选举 但微软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几起伊朗网络攻击的实力 包括冒充新闻网站和活动家 以及试图登陆前总统候选人的账户 微软还警告称 随着声称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外国势力可能会利用其制造虚假信息 进一步干扰选举 外交事务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通过吸一波的间谍和破坏行动 在西方制造混乱 7月26日 法国国家铁路系统遭到协调破坏 导致数百万乘客制应 法国政府怀疑是极左分子所为 但也有情报专家认为可能与俄罗斯有关 近年来俄罗斯的GRU情报部门在欧洲多国实施了一系列破坏行动 包括纵火和爆炸 普京正利用这些行动来测试西方的反应 并试图通过破坏西方基础设施来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尽管西方情报机构已经察觉到这些行动 但迄今为止尚未形成有效的集体应对策略 Foreign Affairs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稳定 通过北约与欧洲保持紧密联系 并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安全提供者 然而随着共和党内部对这一共识的偏移 尤其是特朗普对拖欠北约国家的强硬言论 民主党也在这一问题上更加坚定 拜登总统重申了民主党对欧洲防御的神圣承诺 并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视为其政府的重大成就 尽管如此 美国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并没有改变 即防止欧洲出现一个主导国家 从而保持该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分散 如今欧洲缺乏潜在的霸主 俄罗斯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 对欧洲造成霸权威胁 因此美国应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将北约欧洲化 并将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交还给欧洲国家 盖尔蒂恩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领导人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恢复紧急谈判 以最终达成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 表示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再拖延 三国在联合声明中指出 谈判可以在多哈或开罗进行 强调现在是为长期受苦的加杀人民 以及他们的加人民 以及他们的加人民 以色列总理美塔尼亚乎表示以色列谈判代表将会出席 以完成协议的细节并实施框架协议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居民发布了新的撤离命令 将将对从这些地区发射火箭的武装分子采取强力行动 汉尤尼斯的居民表示 数十个家庭已经开始离开家园 前往人道主义指定区域阿尔玛瓦西 造在China Morning Post 2 中国战狼外交官赵立坚的妻子唐天如 因透露他推迟乳腺癌手术 并且依靠中医治疗而在朗上遭到嘲笑 唐天如在个人微博上表示 他去年六月被诊断为晚期乳腺癌 尽管医生建议进行紧急手术 他决定推迟手术并继续工作未来国家 唐天如在回国后进行了两轮手术 但医生告知他即使接受化疗和放疗 他的生存几率也只有50% 他随后决定放弃西医治疗 仅依靠中医 先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应 有人质疑中医在两天内见效的说法 便认为这不可靠 也有人讽刺他的选择 认为推迟手术只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 唐天如死前也因公开表达对丈夫的爱意和夸耀其能力而引发争议 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领导人正在紧急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和原制 称现在是释放原制开始停火并实施协议的时候了 美国总统乔拜登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和卡塔塔二阿米尔埃米尔谢和塔塔黑母 本阿勒萨尼在声明中呼吁双方立即再多发或开罗恢复企机讨论 离合剩余差距差距并定于8月15日恢复谈判 尽管以色列未确认或否认对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伊斯梅尔 哈尼亚的爱沙父子 但美国警告伊朗若对以色列进行重大袭击 将严重影响加沙停火讨论 并可能引发全面战争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坦尼亚胡的行动 表示越来越失望 认为他采取了一系列危急停火协议的措施 多伦多星报报道 美国及其他调解人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停滞不前感到沮丧 尽管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 呼吁双方下周恢复加沙谈判 称没有理由再拖延 美国总统拜登 埃及总统赛西和卡塔尔 埃米尔·塔米姆 在言和声明中表示 只有执行停火和释放人质的细节需要讨论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已接受邀请 将在8月15日的多哈货开出调解员 尽管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暗杀 引发了地区紧张局 但美国官员相信哈马斯能够恢复谈判 哈马斯军事首领叶海亚新瓦尔接替了哈尼亚的政治领导职务 继续参与谈谈 雅虎美国报道 哥伦比亚歌手J.巴奥芬正在与其多合作 为Dijia Tuhoala计划寻找大使 在接受人物杂志专访时 巴奥芬表示 他在制作即将发行的专辑Rio时放下了压力 重新找回了音乐的乐趣 巴奥芬说这张专辑让他回忆起小时候对音乐的纯粹热爱 并表示现在他比以往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巴奥芬还谈到成为父亲后的心态转变 表示这让他更加享受生活 专注于细节和感恩 他希望通过Dijia Tuhoala计划 帮助那些对音乐充满热情并渴望留下印记的人 提升他们的才华和影响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融斥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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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n the sky now Holographs we say wow Quantum meets the robot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Govern perguntemption To the stars out there You know past the stars not know I'm out there So much to be This way you 후